找為一個輕言有效率的政府 才會政黨輪替 這也是人民所期待的 所以身為總統 一定是受到全民的監督 不管你擔任什麼角色 人民都可以監督你 他甚至還說不允許親中政權 或者團組回頭 還說他自己監督才能讓兩岸國家安全 那所謂的賴超配真的能讓兩岸和平嗎 還是偶克配才是這岸超級常見的人 兩黨的合作 最重要是要讓國家安全 讓人民福祉能夠更好 尤其找回一個輕人的政務 那跟黨的合作也不是先例 在阿北時代當總統的時候 他請唐飛來指責 蔡英文時代的時候 也有各部會的首長裡面有其他黨派的 所以賴清德 你不要再雙標了 尤其你的耐消費的兩岸政策 我看起來只有喝珍珠奶茶 完全提不出政策 更何況 你們提的 都是支持台獨 或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你提的這些台獨的工作者 支持台獨 你相信 這位換來和平嗎 這是引戰 不用騙人的 兩岸的和平 唯有靠我們大家有共同理念 創造和平契機的國民黨 民眾黨 大家一起面對 才會創造和平的契機 市長 所以柯文哲說 他說前線建郭台瓶 你有這個意願嗎 是必要嗎 謝謝柯文哲主席的關心 其實郭台瓶董事長 跟我是因為警察 世家的因素 所以大家都是非常友好的 我們常常也有機會 可以保持聯繫 謝謝大家 我們一起關心 一起努力 郭台瓶永遠 跟我們都會站在一起的 找為一個輕言有效力的政府 才會政黨輪替 這也是人民所期待的 所以身為總統 一定是受到全民的監督 不管你擔任什麼角色 人民都可以監督你